說到極端天氣 炙熱的八月應該很熱吧 居然在新疆 飄出了恐怖的八月雪啊 對 大家可以看到烏魯木齊 以前大家都知道烏魯木齊是什麼地方 可是你有想過烏魯木齊有一天會下雪嗎 你會想到有一天烏魯木齊會有一個暴雪的預警嗎 你可以過去下面來看的話 你這樣白矮矮的一面 你過去來想 你會覺得說這裡是哪裡 北海道嘛 對不對 結果不是 這裡是新疆的烏魯木齊 當被白雪覆蓋之後 你不要覺得這個很漂亮喔 其實這對生態來講都有很大很大的一個傷害 另外來講在杭州 杭州的車站呢 你現在來說的話 你冷氣怎麼吹都吹不動 為什麼 因為你的整個氣候是悶的 是罩住一個熱窮頂的 你根本沒有辦法 那怎麼辦呢 當你這個時候 你只能用物理的方式對付物理 天氣太熱 我們小時候會怎麼樣 偷偷打開冰箱含冰塊 這個直接把你一顆一顆一顆大的冰塊搬出來 然後就放在這個乘車區的腳底下面 告訴大家 沒有辦法 我們只能用這種方式 用物理的方式 看能不能降低一度兩度 這就是我們覺得非常驚險的所在 你看 冷就冷到了炙燒八月 居然下大雪 然後在杭州這個地方 空調沒有辦法 把溫度降下來 你得搬出大冰塊 對 這麼一來一回 溫差就超過了40度 這麼熱的地方 在上海 居然出現了這麼詭異的螢幕 這是在幹嘛啊 現在來講的話 過去來說 很多人會去貼三幅貼 就是說你在三幅貼的時候 貼這個中藥的話 你就可以降低你的過敏 然後最近還講說 這個東西不要再貼了 你直接去曬背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很奇怪的特別 不只是阿伯 阿桑 連一些妙齡女子 他都直接把後背給拉起來 然後很多人卻說 這樣子不好看 有愛觀瞻 不行 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就是因為要把身體裡面的濕氣給塞出去 所以一個一個都變成這樣 撩起上衣的塞背組 但是看起來 真的這畫面非常非常的奇怪 很難解釋 不過稍微阿Q一點想怎麼辦呢 老天爺要熱你也沒有辦法 只好用你的熱來除我的濕氣 東北 東北是中國最重要的糧倉 這個糧倉淹到現在 你看這個畫面 水還沒退 對 東北到目前為止 你不要以為這是資料帶 因為我們從上禮拜開始講之後 每天都有新的進展 你從高公往下去開 這個東北 這個泡車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有小哥已經把這些海水上的工具拿出來用了 現在東北就已經 已經是整個都是變成這個淹水的一個狀況 但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你現在要出門 你要怎麼出門 你要用叉車這東西的車子 在這個車子 你看喔 你以為他們在幹嘛 他們在上班 你以前上班叫的是什麼 滴滴打車 台灣叫Uber 現在來講叫叉車 這個路德呢 原本是推土的 直接載上去 你不要以為這個是免費的 他充錢嗎 一個人50塊人民幣啊 50塊人民幣是折合台幣200多塊 這大發災難財耶 但是你不要以為說 你這樣還可以跟他喊價 因為一個叉車上面算過最多6個人 就是6個人 你來晚了 還坐不到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你在東北你要出門 你要出行 就是坐叉車 另外來講 遼寧暴雨 而且它的暴雨 你看那個畫面 是非常非常的恐慌的 上一秒大家還幹嘛 穿著救生衣 然後很高興呢 一個一個像下腳石一樣 要幹嘛 要去玩這個橡皮艇 結果沒想到暴雨 炸起來之後呢 趕快一個一個要把它拉回來 這畫面呢 非常非常的緊急 非常非常的錯亂 如果你上一秒 還在玩這個橡皮艇 如果你下一秒沒有拉起來的話 當你水炸下去之後呢 你可能就跟著洪水 一起沖到下游去了 暴雨變逃難 對 同樣幾乎一模一樣的驚險 發生在山東啊 對 山東的話 這個泰山呢 泰山的景區呢 有很多人去玩 你看看這個畫面 可是這些都是嚇到還沒到 登頂的時候 趕快穿著雨 一個一個爬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說在這個地方呢 上一秒都還是白天 上一秒都還有太陽 結果一瞬間呢 走到一半呢 竟然就開始出現暴雨 而這暴雨呢 30分鐘之內就變這樣子 階梯變瀑布了 這種情況的話 其實是非常非常常見的 你描述的是一個 變換速度快 快到可以有多快 對 30秒讓你白天變黑夜 在西安這個地方 我們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呢 它是一路拍拍拍拍拍 一開始大家用行車紀錄器 天啊 我們再看一次 導播我們再看一次 原本上一秒是白天 結果走著走著 其實這不到30秒 5秒6秒 就整個變成黑夜了 然後變成黑夜之後 你以為說天啊 是要準備要下雨了嗎 其實過沒有多久 馬上就開始電光火師 就開始打雷暴雨了 他說這個畫面來講的話 不用去好萊塢 不用做特效 你用行車紀錄器 你就可以拍到 那這一種強降流 你不要覺得說 哇這個好像好萊塢的電影 看起來很壯觀 這一種打完雷下完雨之後呢 馬上熱對流下去 恐怕就會暴雨成災 那西安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有沒有看到 講完馬上就變成暴雨了 而這暴雨呢 是讓地下室 讓一樓全部都淹掉了 淹掉我們可以看一個畫面 它連那個插座有沒有 連水都整個衝出來衝出來 你也想說天啊 這個東西下去之後呢 你整個城市 你要退水 你要讓這些水流出去 大概沒有一個禮拜 也要三五天的時間 全世界都在關注 中東是不是要開戰呢 我告訴大家 氣象大戰先開打了 居然 我們以為講到中東 講到沙烏地阿拉伯 我們想到的是什麼 沙漠 想到是駱駝 結果沙漠變洪災處處的 災變現場 而駱駝呢 駱駝被洪水困住了 寸不難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是哪裡 這個地方是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 可以說是他們那些 附近那些阿拉伯國家裡面 算是基礎建設最好的 基礎建設最好的國家 你怎麼會設計一個高速公路 直接崩塌 因為他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他們靠的是什麼 抗的是這些沙塵暴 他覺得說他面對的是 極端的熱 然後極端的乾 可是呢 沒有想到你做完之後 你最近開始下暴雨 開始下暴雨之後 你下面的機裝被沖掉之後有沒有 你上面 壓重力一下來就整個崩掉 崩掉之後呢 最讓人家難過的是 剛好有車輛經過 就是剛剛好 你知道嗎 他前後都沒有斷 到那邊 砰就下去 下去之後呢 駕駛當場死亡 那這種狀況來講的話 這個是在城市 另外比較遠的地方 你看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 駱駝那個時候 以前都是幹嘛 以前都是駝 駝東西 然後呢 他應該在沙漠裡的 對 他可能這個駱駝 這個駱駝群 你看呢 那邊 外頭鑽動的是駱駝群 他們可能沒有想到說 有一天 要來逃洪水的災難 然後呢 看到他們 這些真的很不忍 這些動物 你也沒有地方可以跑 因為水是慢慢慢慢變高的 所以到最後這些駱駝呢 是被洪水吹著走的 所以你就知道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 非常非常的可怕 好 駱駝被沖走 這個畫面更驚險 這是一個開著卡車的一個司機 卡車卡車 你看喔 他已經知道說水來了 爬到上 爬 從車窗爬出來 想要爬到這個車頂上面去避難 結果水一波一波 就被沖走了 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這些雨來得非常的快 又急 然後呢 你來不及跳車 來不及逃的話 你一次就是被沖走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還可以看一下它的基礎建設 阿拉伯的暴雨 衝毀了陸基 你看一下 這些喔 不是豆腐渣工程喔 他們這些東西都做得非常紮實 但是連日的暴雨之後呢 你不要說柏油路 你現在看過去之後呢 就像月球的表面一樣 什麼東西都消失 什麼東西都不見了 台灣歷經了凱米重創 善後如火如荼 而在中國呢 你看到 它登陸上去之後 威力十足驚人 毛澤東家鄉 湖南湘潭 江水潰堤 山坡滑落 沖進民宅 淹了好幾十個人 聖帝告急了 整個中國媒體登上了頭條 極端天氣肆虐 中博啊 連聖帝都無法倖免 經濟不好 現在災情又來攪局啊 沒想到呢 中國前領導人 也是他們的第一任領導人 毛澤東的家鄉 湖南湘潭市的湘潭縣 你從空中空拍的畫面 你會發現已經全部出現了 水鄉澤國水淹湘潭的 這樣的一個災情啊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是要回推到上禮拜六日啊 他們有一個就是我們說的支流 就湘江第一大支流捐水 沒想到這個捐水呢 竟然超出了它歷史史上最高水位 所以呢 他們的河堤堤口絕口了 就我們講了河堤溃堤 那絕口通常一開始都是小小的 二十公尺而已耶 可沒想到呢 從白天的二十公尺 到了晚上擴大成五十公尺 那你現在看到 那這一絕口就是河水倒灌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湘潭市的湘潭縣 其實就是一個地極 就是地方的一個地極的城市啊 那照道理呢 是不會有這麼多的救難人員 解放軍 或者是由央視親自報導 為何 因為它的歷史地理背景相當重要嘛 它是我剛才說的 算是毛澤東的家鄉 就是一種聖地 加上歷史的背景 所以呢 央視破天荒 以緊急報導的方式 來做一個插播 此外呢 現場還派了包括有 六十艘的州庭 六百名解放軍 兩百兩百漁民的救難人員 一百一十台的專業 這個裝備啊 因為此地不可以讓它 這個過於受損 另外在衡陽的越林村 則是在禮拜天上午一樣 發生了山體坡體滑坡 大家看一下啊 那個山體滑坡造成最可怕的山形 當然就是土石流 這個巨石下來一砸 結果呢 沒有想到 這個我們說的一個民宿 半山腰的民宿 看到沒 大概就幾層樓的建築 立刻被這土石流給掩埋 你知道裡面有人嗎 報告主持人 我跟各位說 還有一個叫做稱州 稱州的執心室呢 則是有被民眾拍到 這個滾滾洪水一來 結果一艘船 你看 真的是十萬火急 千軍運發去撞到了一個 我們說的水電站 等一下 電台有人嗎 對喔 不知道有沒有人 我們應該趕快了解一下 撞上水電站耶 十秒後船體沉默耶 整個就直接從他們的下方 霸體那邊跑飛飛要走 還好 報告主持人 沒人 好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那當時在拍的人 更不知道沒人 那他當時整個心揪在一塊 他心裡想船上的人全軍覆沒 好 那剛才講到 湖南的稱州之心室呢 還有一個狀況 也是讓人家看了覺得 哇 非常緊急 就是有一群人 因為這個洪水來得迅雷不及掩耳 你去看到 有沒有 哇 這些人在爬繩索啊 為什麼 因為你去看水淹 水淹到幾層樓 三樓高 好 我再講一次喔 水淹到三樓高 結果這三戶人家就被困 那這時候救難人員呢 他沒有辦法渡過這滾滾洪水 怎麼辦 你只能駕繩索啊 最後是用橫度轉移的方式 哎呀 真的 稱州啊 他真的是水淹的 讓大家破步 沒有辦法這個馬力級來應對 長沙 長沙則是有人家裡頭的 這個是進步的城市 可是家裡面你看 怎麼變成水連洞 沒辦法 因為水太大了 那水是用倒的 那可能每小時 破100公里的雨量 所以他家也許可能 當時在建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一個 偷工解料 或是怎麼樣 反正擋都沒辦法擋就對了 他有想過動物要怎麼撤嗎 一樣喔 這是在他們的珠洲 看到有人用船 他想要幹嘛 是因為要渡河去避難嗎 不對 船上我看到有東西在動 那是羊 他就這樣一船一船的 載他心愛的350頭的羊 你問問 到底是怎麼了 不過熱帶低壓不是嗎 我告訴你 你這資新事跡象局 還發出他們死傷難得一見的 暴雨紅色警報最高警戒 因為這個雨量真的太大了 颱風結構不是散沉的熱帶低壓 怎麼了嗎 你真的沒有想到 它從南方登陸 結果那個風雨的裙擺 居然掃到了 這麼遠千里之外的東北 觀眾朋友 我們給大家看了一個 非常詭異的畫面 這條江面上 那個雨怎麼了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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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跳出水面 嚇死人 對 我告訴你 這個地方 沈陽73年來 沒有看過這麼大的雨 背後造成多恐怖的災情 這觀眾朋友一定懵了 凱米不是海南登陸嗎 你災情不是東南沿海 福建 廣東 浙江 加華中 湖南 傘溪等等嗎 怎麼現在我再給大家看的是 沈陽那是東三省 那是遼寧的畫面 好 你邊看這個水淹沈陽市區 造成30米天根之魚 我順便給大家科普一下 原來就是這個熱帶低壓凱米 它雖然減弱為熱帶低壓 但是它的外圍環流 跟它的雲系 卻在負熱帶高壓 形成了西側於北面的一道牆 順風順水地把它給帶到了東北去 一路向北 所以你去看 沈陽很多人說 我長這麼大 我沒看過這麼大的雨 還有人講 我們沈陽 我們沈陽 什麼意思 就是同陰不同字的那個沈陽 那還有人說 世界上有五大海洋 我們這裡是第六大海洋 叫沈陽 那當然這都是民眾在自嘲 因為他們就這輩子沒見過 這一個是什麼畫面中播 我如果不講 你會以為說這個畫面 你是不是在播河南 船吧 你是不是在播我們之前的 這樣的一個四川 不是 這是沈陽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很不可思議 因為沈陽在東三省 好 所以我剛剛所說 已經破了大陸東北省份 沈陽降雨是73年的紀錄 那剛剛從一個市區空拍的畫面 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那麼繁華的市區上面 除了大家都是如水行舟之外 還有天坑要閃 30公尺的天坑 就這樣硬生生的 因為道路被水給沖刷掏空了地基 結果就這樣垮下去了 還好 沒有車掉下去 好 你現在看到的是 狂風暴雨席捲沈陽 結果就有一個人 他說我看到了這輩子 都沒見過的景象 就是有一條河流的魚 哔哩哔哩好像異象 好像異象 就這樣跳起來 好 這杯也要跟觀眾朋友講 因為這一個人他很好奇 他並不是魚被衝到道路上在跳 他還在河裡他在跳什麼 原來下大雨會導致河水裡面的氧氣缺澡 所以魚必須跳起來呼吸 到底要多大的魚可以打到那個水裡面 讓這些魚呼吸不到足夠的氧氣 真的是要多大的魚 真的要用到的才可以讓河裡面缺氧 好 在遼寧的隔壁盡頭移到吉林 吉林大家都知道 林江市與鴨綠江的距離 也就不到100公里 結果沒想到這鴨綠江 因為河江面 江水高漲 導致江面已經水已經倒灌了 所以林江他就在他旁邊 我說距離不到100公里 林江現在很慘 你去聽那是什麼聲音 這什麼 這是什麼聲音 你以為防空警報對不對 你是不是以為是中朝 對 中朝邊境有出什麼戰況 沒有 那個是告訴你 洪水來襲大家快逃 最大的敵人是洪水 已經急到要放防空警報 對 為了你快逃 你看鴨綠江的戒碑 不見了 就是下面還有石頭 已經不見了 那你看鴨綠江左邊 中國 右邊北朝鮮 就是我們講的北韓 對 不曉得北韓那邊怎麼樣 好 那我還是要把焦點 你先放在林江市這邊 他為什麼我剛剛說水淹三層樓 必須要放防空警報 你想想看水淹三層樓 那一二三樓 一樓知道要逃命 二三樓有時候會覺得不可能 結果這時候你不可能 你不得不逃 你結果就會困在那 可能會被火灰淹死 為什麼要到三層樓 你去看這是什麼 這是一座橋 好 這是一座橋 這座橋你現在只能看到它的橋塔的塔尖 其他橋生已經完全不見了 橋入口直接被堵死 怎麼辦 解放軍這時候只能做一招 就是土法煉鋼堆沙包 防止我剛剛所說的壓綠江的江水 繼續倒灌 倒灌到市區 就堆沙包 解放軍就通通去那邊堆沙包 不過你現在看到了東北罕見的 因為就是一個熱帶低壓被負熱帶高壓 帶過來所引起的災情 你有見過下面這個狀況嗎 你看下面這個畫面 網友砸鍋了 就是市區不是淹水嗎 那我們就用殘土機 來把這個水給殘走 聽起來想法不錯 但他的做法有錯 你看他把水殘過來對不對 對 接下來他又把這個水殘回去 然後他又再把那個水從那邊殘回來 然後再把這個水從那邊殘回去 那我叫你來救渣 你在這個地方擺盤 你在玩起水 所以他到底是在擺拍 還是他根本就是來這邊 就是並沒有有盡心盡力的在就在 沒有人知道 但覺得你就是在幫到忙嘛 所以中國在暴雨災情 先前才稍稍的得到了一些歇息 沒想到一個凱米颱風 都已經減掉為熱帶性低壓了 卻還給中國目前的災情雪上加霜 無止盡的洪水現在正全盡肆虐中國 觀眾朋友 你現在看到的是湍急的陝西 漢江已經滿到露面了 而江面上有沒有看到雲霧籠罩 這是什麼樣詭異的洪災事件呢 再來看一段 這是更讓人不寒而栗的在樂山大佛 水已經淹到了大佛的腳趾頭 當地人為什麼因此人心惶惶呢 因為每一次看到這個景象都有大事要發生 而這一次的這個景象 預告了什麼樣讓人不安的大事呢 中國最近暴雨不斷到處都是災情 不過在陝西的漢中 卻出現了一個這樣非常特別的景象 你看喔 這條河其實它也是在暴雨過後之後 漢江水位急深 但是因為漢江它的雲霧繚繞 所以你從高空俯蓋 你會發現哇那個山峰啊 那個高樓在雲霧中是落影落線的 所以不少苦中作樂的災民就講啊 說想不到在洪災世界裡頭 竟然還可以看到這種詭異的美景啊 但是美景歸美景啊 雨還是在下啊 所以呢這種詭異的夢幻 並不會讓這些災民心裡好過 中國給我們看到這段畫面 我覺得更驚悚的會是 剛剛那個水已經漫到了路面上來了 而這個空拍圖 你看起來很像仙境對不對 那個仙境居然是建構在到處淹水 所謂的到處淹水啊 回應主持人是以陝西為例 陝西有點偏西北地區到華北地區 它竟然出現77條河 洪峰206次 我現在播放的這些畫面都是最新的 也就是說它等於是災紅遍野 已經不分陝西北中還是南了喔 那我特別要去提 它現在衛河已經是2024年第一號洪水發布囉 那麼這些的河流呢 都會有很多的觀測戰 其中我要帶大家去看一個叫做 一門正戰 這個一門正戰啊 它的保證洪峰流量 836立方米每秒 已經破歷史紀錄了 你知道破歷史紀錄的話會導致什麼 就導致這一些的洪水力道 一定比以前還要來的更強嘛 強到什麼程度 我給大家看有一條橋喔 它這條橋竟然在洪水的沖刷之下 一門保橋樑 竟然瞬間就這樣子 從中攔截整個橋就斷一半了 你就知道那個洪水力道之大 就是水流量越大 洪水的力道就越大 好 所以現在這個橋都斷了 那麼在陝西的災情可見一般 有沒有想過裡頭有很多設施呢 比方說動物園 對喔 大家有沒有想過 洪水一來動物該怎麼疏散 其實小型動物要疏散是不難啊 但是動物園裡頭還有些猛獸啊 老虎啊 熊啊 你看他們現在所待在園區裡頭 側也不是 那不側也不是 但是他們現在的深度大概 他們說最深達一公尺 現在水稍微退一點了 可能只有70公分 可是還是幾幾可危啊 它可能會斷糧啊 這時候動物園的園方呢 就只好先暫時用沙袋把它墊高 然後不斷地祈求 看是這個雨能不能趕快退去 讓這些動物最後都能夠得到一些舒緩啊 今天這個畫面我覺得 看過這麼多的淹水新聞 我覺得這個是最最驚悚 你們看到露出一顆頭 嘴巴還咬了一隻手機 他是幹嘛啊 大家看這個畫面啊 河南的南洋一名男子呢 他當時開車 他開著開著呢 就跟如同我們之前所說的 你跳車也不是 你不跳車也不是 那他選擇跳車 但是他的選擇是正確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一跳之後 馬上他的車就飄走了 如果他在車裡面 他一定是整個水波逐流 那可是他跳下來之後很幸運 剛好有一個大樹他就抱在那 跟各位說 你是不是看到他露出一顆頭 所以你覺得水深了不起一公尺多 其實不是 水深高達是兩公尺多 他是爬爬在樹上 攀爬在樹上喔 那攀爬在樹上 他為什麼要那個手機 手機這麼寶貝 沒有就算了 不是啊 因為現在救難人不是來了嗎 荒山野嶺的 荒郊野外的 哪知道你在哪啊 所以必須靠那個手機 那他也不能打電話 因為兩隻手暴數嘛 手機只是持續維持 有電有訊號 讓他定位到 你在這個地方受困啊 對 所以那個手機是他的救生命 救命的護身符 因為他是靠那個定位 就讓人家才能夠趕來喔 河南的雨 怎麼會這麼大 當然啦 他在華中地區 我們說這個華中這次 受災相當慘重 慘重到有人一出門 我們怎麼沒去啊 結果整片喔 就是連框都不放過 整個鐵門 那是鐵門喔 不是木門喔 鐵門這麼重喔 整個被沖垮 然後你在看看旁邊 所有的這些 這個街區啊 水也沒有很深啊 怎麼會 可見之前一定很深 才會把 他的家的這個 這麼重的鐵門 連框 整個都這樣子喔 連根拔起 那在河南呢 現在雖然 也是暴雨不斷啊 但是有一個村 他呢 婚禮照辦 結果婚禮照辦怎麼辦 他們就直接有拿幾根木筏 然後鋪上兩層紅毯 然後就讓他們在這個 船上呢 這個 不能講船吧 應該是講木筏 但是為什麼要講船呢 因為他們旁邊的 就很多人苦衷做了 講說哇 這對新人絕對是夫妻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是說 十年修得同船度 他說不對 百年修得同船度 同船度共整門界下 那真的是同船共濟一輩子啦 是啊 所以這個畫面 我覺得跟一開場 我給播給大家看 這個漢中畫面 同樣一樣 都是苦中多樂 都是一種 詭異的洪災奇景啊 好 那中國從南到北 洪災平人 這個時候你是地方政府 你該怎麼辦 救災救苦救難啊 不對 你也知道呢 他們地方政府一向呢 就是逢迎喪意 認為報喜不報憂 所以他們呢 如果講災情也不是 那 報喜不報憂 不能講災情怎麼辦 那你總要宣傳救災 就救災來了 但是大家 眼睛觀眾朋友畫面 看 有沒有覺得那裡怪怪的 我先不講 不是你這水太淺了吧 他們根本可以自己下來走啊 你在拖什麼拖啊 對啊 這個水淺到什麼 就像我們台北一場 午後雷震雨的深度而已 煙腳踝而已 你不可以自己下來走啊 那就算了 然後你叫一堆人 在那邊演戲百拍 然後你一個就 身體上面 還這麼多人 拖又拖不動啊 我不太懂啊 上面怎麼還有人在笑啊 所以他們很多人講 就說這些人呢 你沒有認真去救災 然後你反而認真的在擺拍演戲 然後他們說擺拍演戲 還沒創意 因為這些畫面 他們說跟去年的動作 都一模一樣 但是接下來給大家看到的 這個現場的發聲 恐怕讓人笑不出來 為什麼 四川樂山最有名的樂山大佛 這個地方 江水已經淹漫到大佛的腳趾頭 淹就淹了吧 為什麼讓當地人這麼人心惶惶呢 我要先帶大家去看俄梅河 在俄梅河的蘇姬站上面 發生這一艘民警的這個船艇 載浮載塵 看起來相當的這個 截區喔 就是 村不難行 大家看為什麼 你去看那個水位 我如果不講 你不曉得 他已經超出保證水位的洪水了 所以這個民警船才會搖搖晃晃 他不搖晃 不好好控制他 一不小心就會覆滅喔 那 這裡的俄梅河都姑且如此 我們去看看市區 看到市區 你真的會覺得很心酸啊 那整個市區全沒了 就我剛剛說的蘇姬站 整個都全沒了 暴雨導致 這幾乎滅半個鎮 這是一個蘇姬古鎮喔 我引用當地人喔 他幾乎掉眼淚 邊拍邊說什麼話 你知道嗎 他說 我相信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 他是很難過 他是很悲催的喔 四川的雨量 絕對不輸華中華北 你以四川樂山暴雨為例 他已經是三體 攤方土石流不斷 目前啊 最新轉移近一萬人 可是啊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救災橋也斷了 路也沒了 水也擋了 你要怎麼救災 出動無人機 坦白講啦 雖然有很多擺拍啊 但是也有真的很多認真的救災人員 我們也是要向他們致敬 所以光是這個強降雨 我剛剛給大家看那個地方喔 消防人員就是緊急出動轉移二十二人 讓這二十二人能夠截後餘生 好 剛剛主持人一直提到的 樂山大佛 它的水位目前如何呢 我們曉得樂山大佛 它是位於在 敏江 清一江跟大渡河 山江的會口處 那我們就去看 目前呢 一樣嘛 洪水暴漲 水位高深嘛 已經是淹到大概護欄了 好 我們曉得樂山大佛 河旁邊是有個護欄的 那你如果再高呢 再高高處護欄 就會水淹它的腳趾頭 好 就有民眾在拍的時候 也是一樣 我以用他所說的 他說哇 這個喔 如果再淹再淹啊 很可能呢 就會淹到他的腳 又要洗腳了 就這個 這邊 有沒有看到護欄 那護欄旁邊是他的腳 那拍攝的人就講 他說哇 這洪水凶猛 水位上漲啊 再續漲大佛 怕是又要洗腳 他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又要洗腳又怎麼樣 不是 這是其來有志 這也是他們當地 很多人認為一種禁忌啊 什麼禁忌 就如果你樂山大佛的腳趾洗腳 腳趾被淹 會怎麼樣喔 可能會出現重大災情 真的嗎 可能遠勝於水壞 不信你看喔 根據他們的記憶 2020年樂山大佛一樣洗腳 就面臨到這個洪水洗腳的狀況 你看這是當時的畫面 對 結果呢 結果爆發新冠疫情啊 全世界一發不可收拾 那你可能會想說 那就是巧合吧 那我再給大家看1949年 1949年就是民國38年 樂山大佛也是淹腳趾了 結果那一年是中國自然災害 最慘的一年 有乾旱 有大雪 還有蟲害狂風 暴雨冰雹大水 甚至瘟疫 所以有人就說 如果未來還要出現更大的洪風 因為他們說這一陣子 算是雨量稍歇緩的時候 那要是再出現更大的洪風 是不是到時候水淹的更深 會出現更大的災害 那意味著什麼 2024我們天天在關心 中國拼經濟 拼到人心惶惶 最新的變數 如果讓川普強勢重返白宮 那不就是一個更大挑戰的四年 敏感的人士已經秀出 如果真的會有像這般 預言出現的更大災難 莫非就是中美更對立 川普更抵制中國 導致進一步擴大他們的經濟危機呢 無止境的中國洪災全盡蔓延 人逃命都不會呼啊 你看動物園老虎猛獸關在籠子裡 眼看水一寸一寸長上來怎麼辦 快要滅頂了實在太嚴重 讓人炸鍋的不是天災 往往是人禍 中國公安居然眼睜睜看著災民被衝走 你就無聊無聊 卻在這個現場這一幕更讓人惱火 明明積水不高 只有到腳踝 你還故意在那邊擺拍裝盲 會不會太誇張了 對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其實這一次來講 陝西寶金 你真的可以完全看到 什麼叫做天災人禍擺在一起 陝西寶金這邊來講的話 它是先是有這個美雨 然後呢強降雨之後呢 竟然上面又來開洪 洩洪水壩洩洪 所以呢他們可以看到說 它慢慢的慢慢的水淹上來 它不是一覺醒來之後 哎呦雨下太大 而是全部的東西 天災人禍攪拌在一起 把它給弄出來的 這個是在寶金的動物園 當它水像我們剛才講的 它慢慢的沖起來之後呢 人都去逃難了 人去逃難之後呢 動物怎麼辦 你看這些動物 他們也想逃吧 可是他們關在鐵籠子裡面 所有東西都盡量往上爬 有些沒辦法攀爬的就怎麼辦 慢慢的等慢慢的等 它那邊有一個很重要的 叫珍珠雞 算是牠們類似寶玉類的 逃不掉最後就活活淹死 所以你看到這些動物 牠強盡辦法要來逃命 然後往上抓的時候 你真的覺得是非常無奈 這位新人 過去來講 我們讀書都念到一句嘛 百年修得同傳度 這個情況之下 因為時間已經定了 即時即日已經定下去了 然後就說好吧 那就算了 那淹水怎麼辦呢 大家把這木筏拿一拿 然後呢 紅頭巾鋪上去之後 大家一起走 我覺得這雖然是苦中作熱啊 河南呢睡著睡著 他覺得說我自己夢遊了嗎 我怎麼感覺上 床在飄人在搖 這不是一首歌喔 一叫醒來他看到 你看到這一坨 你以為是什麼 這是他的棉被 他抱著自己的棉被說 天啊 水怎麼淹上來了 淹到哪裡 淹到腰部這麼高 然後呢 整個床都扶起來了 你都看到大家真的是 太苦了 太苦了 但是你為了生活 你是不是還得要出去外面 至少去找東西吃嘛 這個老先生呢 河南的老人家 他騎三輪車想要涉險渡水 結果沒想到一個 因為你這過去來講的話 就遇到一個 這個下去之後呢 人就飄走了 飄走之後呢 幸好有民眾非常勇敢啊 積極就 跳下去 其實我覺得這非常的危險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你前面是馬路還是水路 如果跟這個阿伯一樣 你也弄到一個窿窿的話 你是不是拉不回來 那這種情況 這麼危急的時候 你要想說 官方呢 官方在哪裡 這個畫面 官方出來了 官方的一個強救員 你看喔 所有的災民 全部上去橡皮艇 然後呢我們123 123 要把人給拉走 這畫面哪裡怪 你有沒有發現 不就是水淹的不深啊 你幹嘛 那些人可以下來走啊 你這是幹嘛啊 這個狀況來講的就是 我們剛才前面說的 這個老先生 被水沖走 沒有人去救 這個呢其實就是兩個字 簡單來講 擺拍 因為他的水直到這個腳踝 所以當大家上去之後呢 你根本拉不動這個橡皮艇 123 123去拉 可是最有趣的一件事情 巨像哥 你觀察上面的人 你有覺得他有在危急嗎 沒有 你覺得他有像前面那個阿伯 在喊救命嗎 他們只是演員 演員 因為你看到他還拿著扇子在納涼 然後看到這些 搜救人員拉不動的時候呢 還有人忍不住笑得出來 所以呢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呢 各地都有災情 但是呢官方只要做一件事情 擺拍 擺拍完就好了 如果是真心的話 你就到有災難的地方去嘛 我們接下來就來給你看 真的有災難 這個人 這個先生呢 他那時候弄了一個藍色的一個槍軍 趕快 我可以拉著嘛 對不對 不然下面水都沖走 那這兩個公安呢 你不覺得他們在幹嘛 他們在看戲耶 然後呢上面其實是有人在喊他說 救他救他 其他民眾救他 然後就意思意思 走過去一下 這兩個公安的腳步如此的緩慢而淡定 這個是馬上要被滅頂的一個人活生生在你面前 你不著急嗎 他就這樣子直接被沖走了 那這畫面 導播我們再看一次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是因為公安也不想下去 水慢慢的淹上來之後呢 這兩個公安還看了一下自己的皮鞋 哇 如果再走下去 我皮鞋不就失掉了嗎 所以呢在假裝要伸手 但是呢不想弄失自己 當這個人 這個先生想要伸手去抓公安的時候呢 沒想到公安竟然就放手了 看到這個地方 觀眾朋友 習近平最擔心的事情要發生了嗎 今天在中國的各大網路還有新聞網站 都在報這件事情 三峽大壩傳出十一孔全開 我們就不禁擔心 2020年 這整個三峽大壩長江沿岸 大淹水的那個噩夢 要捲土重來了嗎 開始有一點那個氛圍了 湖北的山地整個發生了嚴重的滑坡 洪水像猛獸一般的 往中下游失控奔去 會不會傳出更嚴重的災情啊 現在中國大陸的長江上游 中游下游 難道要重演古代的雲夢大澤 以及2020年讓水淹一片 水鄉哲國的夢魘了嗎 你光是看到三峽大壩洩洪的這個景象 有多麼震撼你就不難想像 哇 中下游地區的這些各省市城市 是經過了這個長江流域不就慘了嗎 老天爺下狂雨下大雨是全境市 無差別的肆虐兩個重災區 一個河南一個陝西 我們一個一個帶你看進去 那你來看看河南這個地方 我們之前在講說南撈北漢 北漢包括了就是河南它其實都大漢 那個我們大部分大家看這個畫面 乾了個要死啦 熱得要死地板都多燙 是 當時他們要接水管想辦法去澆水 這個是一個月前的河南 這個是雙分割 左邊是乾了個要死 才是一個月前是這樣 右邊居然玉米田變玉米海了 是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河南 它那個玉米田本來上個月 它想要用水管澆水 結果沒想到現在是被水給淹死了 那你不要想到河南在北方長江會經過 我跟大家講 河南跟湖北它有交界處 很抱歉 長江經過的地方 河南的南方省份跟安徽和湖北交界處 就受到影響 所以大家會覺得河南怎麼會受到影響 當然長江經過那邊 和湖北跟安徽的時候 河南就會碰到所當其衝 我問你這個畫面 看了讓人觸目驚心的理由 你想說人又沒怎麼樣 這裡又不是住戶 錯 河南是中國非常重要的 良昌 武昌 而且是人口破億人 超級大省 超級大省 那你想想看 長江現在三峽大壩 他每秒卸出這個49200地方米的 這個每五分鐘就卸一個西湖的水量 對 那現在他們這樣把這個農田 還有這個玉米田灌水 結果沒想到 老人家為了守護河南的這個糧倉 對 不斷地去避田地排水 還有想盡辦法 救備現在被淹水的農田 而河南的玉米佔全中國8.21% 排名全中國第六名 可是現在你看到 暴雨灌進了 連這個農民都受不了 他們也屠呼覆覆 因為向前喊 怎麼辦 現在從乾旱到淹水 水太多了 那水太多 還有會影響到自身的生命財產安全 對 在河南還有兩名這個母女 他們發現雨勢越來越大 趕快下樓 坐電梯去看看自己的停車 這個愛車有沒有問題 對 查看了一番之後 沒問題要走了 結果他們去搭電梯 結果這時候雨勢出來很猛 灌進她電梯裡面 你看這個母女怎麼辦 天啊 我們下個樓 在電梯裡面難不成就要淹死在裡面了嗎 這個畫面是電梯車廂裡 你可以想像 你每天上下樓 上下班的那個電梯 變成水牢 一步一步 到膝蓋 到腰 如果到肩膀 我就要滅頂了耶 可能就沒有呼吸的地方 這是他們當時拍下的畫面 你剛剛看到其中那個住戶 拿著那個手機 他想要聯絡外界救援 可是偏偏電梯裡面的信號不好 後來過了一會兒的時間 終於聯絡上 物業公司也緊急來救他們母女出去 差一點就像剛剛巨像我們在講的 這兩個女子 就滅頂在電梯裡面了 但是提醒大家 水災火災地震 絕對不要搭電梯啊 這個是河南第一個重災區 第二重災區 更慘 在這個古鎮 陝西省 這是什麼樣的地方 山洪爆發變成全中國 最慘之境啊 對 這個是在陝西的一個古鎮 因為山洪爆發之後呢 雨量驚人啊 是 沒有想到他們因為民眾 嚇到了驚慌逃命 到處去跑 還說洪水下來了 洪水下來了快跑 洪水還衝斷了當地一處的鐵路橋 你看看 在這個夜色煙滬之下 那個車子一步一步再浮再沉耶 是 而且有一輛官方巡查的工作人員 他們在騎巡查線的這個路啊 這個線路機車 沒想到這個就在這個時候 碰到了這個意外墜河了 而且在陝西寶基這一段 你看看到的是鐵路橋整個墜河 讓大家看得觸目驚心 在寶基這一個地方啊 完全被泡成一片 晚上民眾去發現的時候呢 那個河流 這個溢溃堤的 這個整個溢出來 石壩河它就引爆了這個洪水 壩堤被沖滑 哇 下一秒你看它旁邊的這個路面 沿著路面的車輛 有人說看到被沖走了 大概20輛以上 這個說明什麼 這個畫面說明什麼 告訴你 這個水這動態的湧進來 也就是你根本一個 觸不及防的情況之下 要是我知道水慢慢長下來 我牢牢找我就把它移走了 是 所以20輛車就這樣子 根本來不及啊 在民眾眼睜睜看的情況下 被沖走了 更誇張的是在寶基體育場那邊的河堤 整個車輛全部都沖進去了 你看到沒有 這個車輛就跟這個 一輛一輛的這個小汽車一樣 被整個大洪水灌入了這個泥流當中 完完全全沖走 有些人想說我辛苦攢錢 好不容易才付了首付的車 這樣子就開始 心愛的愛車被衝走了怎麼辦呢 接下來這段畫面 請大家仔仔細細的 把我們看進去看仔細 為什麼一堆泥人在那邊 你拉我我哪裡 這是一個生死瞬間的現場 因為民眾要自救 還得互相幫忙 這也是看到當地有民眾 他掉到這個水中變成了這個泥人 因為是這個河水滾滾衝來 而且到處都夾帶著泥漿泥沙 那民眾紛紛相悟說 我救你 你救我的這樣子 互相人機幾幾 人力幾滴的這樣子 彼此遲緣 然後把彼此都撈上岸 這個時候你不救他 下一秒搞不好你會遇到什麼不測 所以用畫面上紅圈圈起來 這個地方 有四五個人在那邊 想辦法把這個人救出來之後 你看他泡到水裡面 全部都像一個泥人似的 非常狼狽不堪 但是性命要緊 對 這些民眾想辦法救到他們之後 趕快離開這個洪水滇滅的地方 到安全的地帶去躲起來 再來我給大家看的是 今天晚上最兇猛的洪水現場 這個是哪裡 住在這個地方 光看那個水你腿都軟了 你看到陝西省的西安市 它有一個這個長安江 長安河的這個發生變化 你看到沒有 這個洪水暴漲的這個河四驚人 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它中下游後面 還有這個黃河的湖口瀑布啊 尤其可能對這個沿岸兩邊的這個居民 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 雨繼續下 洪水繼續洩洪 那下游怎麼辦 首當其中就是湖北了 那當然湖北這個地方 剛剛講兩湖地區加上安徽地區啊 就是可能長江中下游流域 經過會倒霉的地方 結果沒有想到 這是什麼現場 這個是山體滑坡 滑坡的面積 它的體積高達80萬立方米 而且呢 衝毀了當地1200米的大概村級道路 那也造成了這個好幾個地方 嚴重的交通阻塞 然後居民啊 驚慌的這個逃命啊 這個也是造成當時很害的 帶動這個大塊的山體 整個往下滑 所以這個是在湖北當地發生的一個 整個你可以說土石流域啊 山體滑坡 這都是這個整個雨量和太多的水量造成的 好精髒 你看這個白色的S型 那個都是環山道路耶 跟著非常止不住煞車的一路下去了 最後給你看到的是 這是天災還有人禍 眼睜睜的 大陸的救難人員熱心的人很多 可是我們憤怒的是那種擺拍的 非常可惡 還有更可惡的是 見死不救的 對首先要講 剛剛我們給大家看的是民眾自救 熱心的民眾 還有熱心的一些官方的救難總隊很多 但是偏偏在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有兩名公安 再在視頻上引起眾怒啊 這兩名公安人員 看到一名這個民眾落水的時候 想盡辦法 好 要應該去救他才對 而這兩名公安不急不徐的走下去 似乎也怕鞋子這個弄屍 結果你看到嗎 那個這一名落水的男子呢 想盡辦法也要靠近這個岸邊 讓這個兩名公安可以救到他 可是兩名公安就不知為什麼 就突然鬆手了 衝走的時候眼睜睜看著這名男子 被衝走了 就被整個洪水給衝走 你看到這個畫面 你會不會覺得太過於殘忍了吧 不是 你這個你可以知道 他們好像釋除藥救他 我覺得這是出自於合理也合乎邏輯 可是他被衝走的時候 你跟兩個人那個步伐 就是慢慢慢慢的過去 他不緊張 他也沒想到拿電話來求救耶 所以我覺得不急不徐 是你們的SOP有問題還是怎麼樣 那如果救援不到 你也不要擺盤成這樣 難怪大家會不高興 你看這是從山東 四川 各地傳回來的畫面 要不說 還讓人以為 中國一次有四五個颱風罩頂 同步轟炸 是 凱米離開了台灣 大家辛苦了 但是下一個清洗的 就是中國的福建 他已經在昨天晚上7點50分 登陸了福建的莆田 剛剛你看那個畫面 你會以為凱米只是青台嗎 我之前在節目中跟大家報告 凱米是一個七級風的這個暴風 半季 暴風圈 可是你去看 他當他在福建福田登陸的時候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地形 比較空曠的原因 最大正風劍來到12級 所以你在路上 你就看到每個人直接是被風吹倒 步履滿山那只是小菜而已 幾乎走一走沒有步履了 全部通通就是跌倒 就是雨傘 就是直接就是開花 這整個看起來 絕對不像青台 那當然我們講 現在這只是還在福建沿海 跟福州周邊的城市莆田而已 如果凱米繼續再往中國的內陸方向走 加上中國現在很多的熱氣流對流旺盛 所造成的強降雨 這加起來的效應真的是令人難以想像 馬尾區青州大橋 剛剛是人 現在是車 車好幾噸吧 車這麼高 四公尺高的連結車 就這樣被吹翻耶 它就是太高了 那個壽風面積這麼大 直接把這個好歹十幾二十噸重有吧 絕對有 就這麼測翻啦 所以我認為那十幾噸重 一定是十幾級的陣風這樣子 才能夠用側風把它直接給吹翻 好 經過的人都說好恐怖喔 這剛剛確定是颱風而已嗎 是不是打仗啊 福建有村民要出門 出門怎麼出門 走路出門 你想太多了 它只能滑氣頂啊 這個 我這樣講好了 之前你在河南的鄭州 或者你在陝西 或者是說你是在四川 看到這樣的情景 你可能已經很為他們感到很辛酸了 但現在連福建都要這樣出門 哇 我跟你講喔 你說走路水淹級 水深級腰 水深級這個景伯 這邊都還是小事 這個直接只能划船出門 再看下一個畫面 福州狂風暴雨到這樣的程度啊 我都沒有看 這什麼 這是一個 這個養科場 養科場 對 我們先看福州市區 這個是從這個大樓往外拍出去 他根本不敢走出去啊 他說好恐怖 福州就是這一次 凱米颱風登陸的地點 就相當於我們在宜蘭的南澳 一模一樣的意思 風雨這麼強啊 那就是說颱風是直接先碰撞這裡 直接在這裡撞擊陸地啊 你看那個拍的人就這樣 他說我在宜州從沒見過 有這麼大的狂風暴雨啊 好 我們把鏡頭拉到稍微 就要去一下養科場 這個養科場你知道說養科 那為了要保護他的這個鵝啊 他就會有一些網子 你透過監視器的鏡頭去看到 這個是以為海嘯來了耶 真的啊 你看 那這個像是什麼原因 水為什麼會淹到鏡頭這麼高啊 等一下你看喔 等一下鏡頭會黑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整個監視器 就直接被狂風暴雨給吹走了 所以這個養科場不曉得 後來那個主人去現場 損失是否慘重啊 對 毀滅監視器都會直接被毀滅 我在打大家看一個深圳 那深圳就在廣東了 但是這個畫面 讓人家看了覺得很驚悚 因為你去看 電膠架在黑夜都 啪一下 兩下 可能覺得應該夠了吧 該停了吧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後面好像人家說 你覺得要停 我別不給你停的那種感覺啊 這天空讓人家覺得很害怕 雷散電鳴的狂風暴雨 這就是凱米才剛登陸而已啊 這是凱米的第一個現場 觀眾朋友 他還沒有鋪上岸之前 中國已經到處是 好雨洪災圍繞包圍了 所以再加上這一次的凱米 要不講還真讓人以為 好幾個颱風同時在轟炸中國大陸 哪疼得出手來啊 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我說中國內陸目前還因為 熱隊流旺盛所造成的狂風暴雨 正為他所鼓腦 凱米又現在又來 是不是重重夾擊 先來看熱隊流的強項有多可怕 來 這一段的畫面 你會發現 這個人 他騎機車 他要停下來 有一個路人走過去 小姐 你最好別停車 感覺很不妙 有什麼不妙 好 那我先走 一走完 樹倒下來了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 違在旦夕千劇 就差一兩秒 對啊 這是什麼 這是絕命生死線嗎 好 再看一次 這女的這個命大 不過我覺得旁邊那個 真的是她的救命恩人 你看下一秒 樹就倒下來 另外有一個很詭異的畫面 這個在老君山 大家看有網友捕捉到 捕捉到天空有飛碟 飛碟 正中間 這個飛碟有就算了 他飛碟的中央 彷彿還開啟了一個蟲洞 從這個蟲洞下了暴雨 當然 觀眾朋友都知道 這不是飛碟啦 這是雲啦 但這個雲怎麼會跟飛碟十分神似 而且中間就像是開了一個 暴雨蟲洞般 把水往那個區域倒 各位朋友知道一件事情 你說如果今天降雨很平均 對 你可能各地都是才一兩百毫米 各地都淹水 但它是就只降在那個地方 好像彷彿就老天爺指定 你頭頂上 那我覺得那絕對是 可能是單小時就會破一百毫米了 那如果你這麼講 山東的這個地方 他們一定要問說 老天爺啊 你怎麼朝著我頭上灌雨水啊 山東是你想我在華東啊 我跟你華東跟華北 好像有一點遠啊 為什麼我也遭殃 山東的這個是 有一個網友騎電動機車回家 他沿途所拍攝的 他說你告訴我 我眼睛都睜不開 我要怎麼騎機車 我跟你講這個就應該要放颱風架了 太可怕了 對 那問題是 報告主持人 他還不是颱風 他不過就只是熱對流強降雨 怎麼怎麼 我覺得他不輸百米啊 好啦他騎機他就停下來 他說我騎不出去啊 我眼睛開不到 我眼睛睜不開 而且你看他拍著拍著 一個大叔又在狂風中 差點斷掉 那這個不是 就算眼睛不被那個雨水弄到 弄到傷不開 他可能也被疏殺 有名消防員就趕快去出動救人啊 救人 這個消防員你在救人的過程 結果啊 可能還要反被救 他在那個滾滾洪流當中 這四川 四川有名消防員 你有沒有看到 他穿著消防救的衣服啊 在那邊 載服載成十萬火急啊 可是你要怎麼救 你去救人 不慎跌落水中 別人要來救你 那怎麼救嘛 這個降水很突然 誰去救他 誰一定都跟著被水拖走啊 結果運氣好 就在那 極如星火千鈞一髮之客 你有沒有看到 他抓到那個什麼 抓到岸邊的一根樹枝啊 真的是命大發之中 所以這逃過一劫順利游上岸 鏡頭我把他移到甘肅的龍南山 龍南山這段畫面 我真的是最近我看過 覺得最恐怖的 有一個人拼命在橋上跑 他在跑什麼 他在跑什麼 觀眾朋友看 一直有人喊 你快跑快跑 為什麼 為什麼 好揭秘 原來後面的滾滾洪水 竟然不斷地衝刷那座橋 所有人看了都知道那座橋 壁垮 所以所有人都在說 少年快跑快跑快跑 結果果然那個橋 在他跑過去不到三秒 垮了 你看今天大家看的 是不是都比電影畫面 還要來得精悚 電影那些畫面 有些還都是假的 這都是真真實實的 發生在我們的人間社會 鄭州 鄭州我們曉得720的陰影 2021到現在已經三年了 但是陰影始終擺不脫啊 因為鄭州不曉 這就是海浪吧 我跟各位說 鄭州不曉得為什麼 只要每逢大雨就變威尼斯 每逢大雨就變水都 你看這個人 他直接在旁邊看那台 機車勇士 為什麼說他勇士 那機車根本都已經滅頂了 他還在騎什麼 我也蠻佩服的 不曉得到底為什麼 他還能夠這樣 可能勇士必須要趕著去 這個不是跟我們昨天 高雄淹大水的那一部 特斯拉一樣嗎 那個主觀鏡頭 他已經變成船了 好 各位朋友 我們現在看到中國大陸 從北到南 無風湯也很像風太天 跪了跌了 咖哩的風 你再來看 天子腳下的北京 才是真正讓人心不安啊 既然天子腳下 首都北京應該沒事吧 沒有啊 這一次的這個強降雨 無一倖免 你去看 北京現在這個民眾拍到的畫面 他也講他說 颱風來了嗎 好像還沒來啊 為什麼現在會這麼強啊 我剛才說了 強降雨就夠可惡啊 所以他躲在那個橋墩下 去拚命拍他那個市區的雨 你們看那個雨 那個雨是帶 就是我們講的 帶方向的 他會直接往你這邊吹過來 因為風直接吹 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說了 樂隊人旺盛 雷雨 暴雨 雷震雨 你去看天空 天空那個有民眾拍到 這是什麼 閃電五連邊 不夠不夠 閃電九連邊啊 你有沒有發現那個閃電 簡直是啪啪啪啪啪啪啪 可見那個隊流有多麼的旺盛才會 跟蜘蛛一樣一路蔓延出去 民眾在旁邊喊啊 說什麼 老天爺在天空甩皮邊嗎 是 甩電邊啊 好 你看到了這個北京 紫禁城耶 一樣是這樣的狀況 我告訴你 那我們從空中府看一下好不好 來 從空中府看 你看一下 你告訴我哪邊 這是北京啦 這是北京 哪邊是河流 哪邊是泥流 哪邊是馬路 你分不出來了吧 來 這個鏡頭更經典 根本什麼都看不到 就是感覺就是這邊全部 好像全部都是淹成一片了嘛 所以你去看 我剛剛說了 華北 華中 華東 華南 無一幸免現在凱米颱風 又從福建的福田市登陸 如果雙面夾擊的話 我想下一波的防災 可能要更加慎重 被凱米颱風引進的強烈 西南氣流 紅毯不然那掃過去 你就看到居然在高雄 煙場的金件特斯拉 電動車變電動船了 乘風破浪 網友形容這簡直 幫馬斯特做了最強大的宣傳 特斯拉股價跌慘了 為什麼該緊張的 反而是中國電動車呢 今天雨萱要來告訴大家 而當凱米颱風從福州登陸之後 對於已經暴雨洪災處處的中國 他們又怎麼能夠騰得出手來防凱 災情豈不可以雪上加霜嗎 劉哥這叫烏肉偏縫連夜雨 傳池又遇凱米風啊 為什麼 因為中國其實現在呢 已經是真的是地獄景象了 雖然美國說 都要對中國祭出地獄景象 來防範它的國防侵略 那事實上你看看中國有什麼 有暴雨對不對 也有山洪 也有強對流 但各位來囉 也有颱風這新增出來的 但偏偏在新疆那個地方 又有高溫 啊你這個不叫南遭北患 不是叫水生活了嗎 什麼氣候都一次都會發生 在中國這片土地上 所以真的很慘 但現在為什麼講說 傳池又遇凱米風 因為凱米即將已經要登陸到中國了 所以他們在預計說 第一它是史上風雨排名第二強的 再第二它恐怕呢 還會不會直接消散喔 上了內陸之後 它的消散速度會越來越慢 移動速度會越來越慢 反而分成兩股雲雨帶 對 在中國各地 是因為 所以你知道嗎 現在中國的記者 也跟著我們台灣人記者 跟我們東盛的記者 有學到一點皮毛 為什麼學到一點皮毛呢 當颱風要登陸的時候 結果他們竟然跑到福建這個海邊 幹嘛 把自己綁著一個安全繩 做效果 然後呢 就把這個柵欄綁著 所以你看喔 它就一面被這個海浪一直打著 然後說強風豪雨 記者現在站不住了 如果沒有這個安全繩 我還要端馬步 這個就有點多了兄弟 他說還要端馬步呢 我才能煩飯 可是你就知道 風雨真的很大 而且甚至他們講 最大的風力 你以為被中央山脈 摧毀過後之後就消散了 沒有 還是高達12級之高 這個是從福州登陸 肆虐福建的凱米 不要忘了 幾天前有一個更南方上來的 哇 這個巴比倫 那畫面也很恐怖啊 對 因為大家現在講說 凱米即將要發威了 但是過去呢 我們講中國還活在 颱風的夢魘裡面 因為前陣子才來了一個 巴比倫颱風 那時候廣西有一個是 繞州島 可是你知道發生什麼狀況嗎 來 我們看一下 就是有民眾的很皮 在海邊呢 還在騎機車 然後騎機車之後 騎著騎著 你看喔 仔細看海浪先衝一下它的輪胎 想說沒關係 我勇往之前 再往前 再往前 你看喔 真的是整個機車被海浪 直接往旁邊打 嚇到它連動都不敢動了 因為這太危險了嘛 你明知道海浪會一直打過來 但你就知道 這個風涌 風浪 颱風來了 是有多可怕 甚至呢 我們講繞州這個地方呢 店家更倒楣了 為什麼 因為有一名女子 突然傳來一聲 一聲尖叫 發生什麼事情 原來呢 她就把門打開 原本想要掃水 結果沒看到 我們再看一下畫面 海浪呢 直接衝進來 從海邊 沙灘 衝到我的家裡面 完啦 我全家 全部都得泡水了 那我們剛才講說 女士妳都講這種海邊地方 那我沒關係 我們講高級的豪宅可不可以 可以 鄭州呢 它有一個別墅區 結果別墅區 請問一下 你看起來像別墅區嗎 不像 像說水都威尼斯 直接變成了 到處都是游泳池 你看 整台車子裡面 泡在水裡面 哪來這麼多水 欸 剛剛那整個鄉行車 往上浮了一下 你知道代表什麼嗎 水實在太高了 對 所以你看整個走在道路上呢 都我們講 雪如溺水行舟 真的是開車颱風天 都像行舟一樣 好 鄭州啊 你知道鄭州實在很慘 鄭州之前乾就乾那個要死 然後淹水淹到現在 一波又一波 怎麼這麼沒完沒了啊 對 但我跟你講淹水這個叫做風災 這個叫天災 對 但我看完這個呢 我實在不知道是天災還是冷風 為什麼 因為鄭州呢 有一個美容美化的火車站 你看一下這火車站 這上面什麼情況啊 外面下大雨 裡面下小雨 結果搞得變成跟水連洞一樣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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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漏水 所以各位啊 這個東西你就不能怪颱風了 你看看這個設計 這個像是外面下雨 不是啊 這是室內啊 而且這個火車還在下客人欸 對嘛 所以你想想看 你走進那個火車裡面 會有一種奇幻的感覺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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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衝垮了 所以他一邊跑 後面一直蹦 一直蹦 一直蹦 不講英文 還有什麼好萊塑銷片 所以各位啊 台風天 真的不要硬做一些事情 太危險了 一會兒 快 快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